大家好 我是阿本丸 我現在是台中的車友 住在台中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個人使用BITON 460的一些心得 我使用到現在大概一個月時間 那我最近騎乘的路線都是以台中大坑居多 像以台中的北田路線啊 還有東勢的大雪山 還有最近96台中站的活動 都有用這個碼錶去使用這樣子 那我會使用到的功能就是像 風率 踏平 還有心率的功能 再搭配BITON它的一個雷達尾燈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平常我在騎車的時候 因為我看不到後方的來車 所以其實有雷達的一些提醒的話 我會覺得蠻安全的 460的話它有波段資訊的一個功能 就是如果說先把路線載到馬標裡面的話 比如說我在騎大雪山的時候 你進入到那個就是那個路段啊 它就會有告訴你說 預測這個波段大概多久的時間 會讓自己比較有一個心理準備 然後你在體力分配上的話 也會比較平均一點 比較不會讓自己去超過那個負荷 我覺得這幾個功能會蠻好的 第一次拿到這個錶的時候 就是有發現到 它這次是黑白螢幕的 但是它其實錶算沒有很大 可是它的錶的話 它其實可以塞到八格資訊 但是在觀看上還是算很清楚的 然後再加上它這次的 按鍵式的一個設計啊 它其實它設計的位置 我覺得還蠻符合人體工學的 所以其實對你剛拿到這個錶 如果再使用的話 其實會蠻容易上手的 那我個人會蠻喜歡 就是它有一個計圈的一個按鍵 就是我可能我這次要 就是可能針對某些項目去 專門去練習的話 我會蠻常使用到計圈這個功能 而且它可以即時的讓你知道說 你這一圈的一個騎乘的狀態 這款車表其實會蠻推薦給 如果說你是剛入門學公路車 或者是已經騎一段時間 然後想要進到下一步 比較科學式的一個訓練的話 其實460這款車表我會覺得蠻適合的 那而且再加上它有一些社群軟體的資訊 也比較不會漏接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是剛好有在找馬表 比較好入手馬表的話 那也可以參考白騰460喔 你當初的職業 你不zam地 rental 你不會跟他們一樣 是吧 那天想要是不驚蠻 我不會 可以 他沒有 怎麼